完毕了,我的豌豆夾,给各位看一下 我的豌豆夾呢 豌豆夾有点罢工 这边显示是已经安装完毕了 已经安装完毕了 我看一下我的手机现在 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我把它放大 然后这个时候它里面有秀出那个豌豆夾 那个已经安装的画面 那这时候呢,我如果要玩那个 Angry Bird 看一下我Angry Bird有没有装进来 最近安装,我可以排序 底下这个排序,最近安装的 Angry Bird有出来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 Angry Bird马上就装上去了 你会发现这个方法是给 比较不懂的安装APK的人 用这个方法就最简单了 所以以后呢,你即使不懂的安装APK 没关系 你只要到Market上面去,登录你的账号 之后的话呢,你只要上面关键字给他 就可以完了 比如说我把Angry Bird点下去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应该每个人都有玩过 这个Angry Bird 这手机的经典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人 应该属于原始人等级 好 好糟糕了 应该说 这个,其实Angry Bird哦 好 好 好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很简单 往后拉 有没有 翻开 撞起 就得分了 这样就过关了 就这么简单 好 OK 好了,这个有兴趣的同学 自己玩玩看 因为其实哦 这个Angry Bird哦 玩的最好的不是我 而是我儿子哦 我儿子每次都说 爸爸你的平板借我一下 他就开始 自己就开始玩起来 绝对不需要教 所以平板这种东西哦 对小朋友来说哦 简直是一个大的玩具哦 哇 他还在跑 OK 好,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你手机没有Angry Bird 请你试试看哦